5月8日偶像剧爱情急诊室举行杀青酒宴 演员安心亚李佩旭解脉书等一同献身庆祝 这次解脉书在戏中演出尺度大有突破 还学了很多舞蹈 他的自信观众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解脉书 就这一次戏就是有一些扑破吧 就是比如说有穿了马甲然后跳了钢光舞 或者是穿了比较辣一点然后跳那个椅子舞 就是这一出戏其实因为这个角色学了很多舞蹈的部分 那我相信可以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那一面的我 对 安心亚因主演电影成绩不如预期 被媒体分为票房毒药 首次参与电视剧演出对于首尸率 安心亚表示以平常心看待 因为主要演员有很多 所以应该不会是我一个人的 你是平常心 我们都是兢兢业业的 不会啦 我觉得我们这部戏还蛮有趣的 应该收拾一刻不错 以平常心看待收拾的安心亚 被搭档数落一番 媒体更是逼她为收拾律师下空头支票 要挪泳吗 挪泳我怎么不挪泳呢 那就 哎呀想一下嘛 比基尼游行 比基尼游行 我还要减肥 哎呦怎么办啊我卡住了啦 你讲啊 我要先扮女服啊 扮女服啊 好啊 好耶谢谢 谢谢好好好 我扮女服 安心也要扮女服吗 我们当然OK啊 来大家好不好啊 啊